大家好,我是白哥 本次要來介紹 稻奇超強布局投手 BLACK CHINEN 在稻奇人們的守護神 Kelly Jensen加盟勇士之後 稻奇必須再從牛棚裡找到一個 能夠頂上close的位置的強力投手 這時之前在運動家 就有擔任守護神經驗的BLACK CHINEN 變成為了第一人選 去年CHINEN主要都是以 出局投手的身份出賽 出賽了72場 投72.1局 送出8513陣 指責分率1.99的好成績 CHINEN的優勢呢 在於他擁有很好的升卡球跟滑球 在生涯初期 其實CHINEN使用升卡球的比率 屢屢都超過50% 不過他當時的成績 並沒有像現在一樣優異 而且攤開他的生涯數據一看 其實我們會發現他的升卡球 被打擊率是高的 所以他在2020年大幅度使用滑球 這也讓他的成績出現了改變 從這個影片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CHINEN的升卡 跟滑球走的是完全的反方向 一個向右打者的內角走 一個向右打者的外角轉 而我們將投滑球跟升卡的這兩個影片疊在一起 可以發現 他這兩顆球的出手點幾乎是相同 但在靠近本類版的時候 才會出現比較明顯的外移 不過其實在升卡跟滑球之外 CHINEN去年也常常使用卡特球 甚至使用卡特球的比例 還高於升卡球 其實卡特球呢 是他在2018年才開始大量使用的球種 不過雖然說是18年新店的球種 但其實成效很不錯 甚至去年已經取代了他原本常使用的升卡球 成為CHINEN的新武器球之一 卡特球也讓他在面對左打的時候呢 能夠和他的滑球搭配 他的投球策略基本上就是 先用卡特球取得好球數之後 再用滑球去吊打者揮棒 這是去年CHINEN對戰左打時很常見的配球 順帶一提 去年CHINEN所有球種的被打擊率最高的 是他一開始最擅長的升卡球 反而新店的武器卡特球 被打擊率只有一成多一點 就算CHINEN今年已經33歲 但他的球技其實持續都有在進步 現在又擁有這一顆不錯的卡特球 他一定還可以再搶5年 不過話說回來 是不是到齊隊的投手 都必須要有一顆很好的滑球啊? 本集的內容就在這邊結束啦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請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能得到白鴿上片的最新消息 白鴿之後也會盡量一週內出3支片 然後固定在晚上8點上片 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次見 掰掰